以色列现在显然对于联合国秘书长 是非常之不满 所以就禁止他入境 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对伊朗飞弹攻击 做明确的谴责 可以这样子不满的吗 那在另外一头 大陆方面也看到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安理会紧急审议 以离的局势 就提出了四个必须 必须在加萨立刻实现停火 必须推动以离 局势立刻降温 必须全力防止战事蔓延 还有必须推动相关各方 回到政治与外交解决的轨道 坦白说 中国也不乐见这样的局势升温 可是现在提出的四个必须 能不能够有更大的作用 就像我刚才讲的 伊朗战略成功 战术没有成功 可是以色列刚好颠倒 他战略是节节失败 那你去打加萨走廊 打黎巴仁 当然会战术成功 他下一次如果去打伊朗的话 也会战术成功 可是问题你战术成功 你战略失败 就表示你的政治目标 没办法达成 他去所谓的禁止 联罗国秘书长到以色列 你以色列国土很大吗 不大吧 联罗国秘书长有空你去以色列吗 我很无聊 我当时觉得你能无厘头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 在部署这种战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其他国家对你的观感 这很重要 其他国家怎么来看你 帮你或者跟你畅反调 跟你的整个战略部署是有关 那你这样作为人看不起 那中国也反对 你又怎么不敢进中国的 大使到底那边呢 所以我是觉得以色列这一时 有点的抓狂 真的不好 我觉得以色列也不是没有有事之事 可是我知道他们以色列国内 现在是右派当道 一些比较不赞同的声音 根本出不来 我们国际上很难的听 有一些网络上会有一些 以色列的一些不同意见的人 比较左派的人 会谈一谈内塔亚乌 这种疯狂的行径 但是战争最机会 就是平民死伤 会使你战争的道德性 失去了以支撑的力量 所以你看俄乌战争打个老半天 被人家开玩笑说 人类有史以来 战争里面平民死亡人是最少的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 太有人道问题 你以色列打这场 平民死伤太多了 已经超出人家可以忍受了范围 你不是非这样打不可 你还有别的选择 你偏偏不这样选择 所以他要扣你一个 所谓种族媚脸的帽子 那你现在联络国民署长 其实已经讲话很轻微了 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谴责伊朗 哇就得罪你了 所以我是觉得 谁都看得出来 伊朗这一次打的是非常有急事 我用比较老的导弹 比较精准的比较差 我打得很偏僻 从战略上来讲 你伊朗花这个钱干什么 要打那摩萨德总部 你就把他打了吗 摩萨德总部还离一公里 在停车场打一个大洞 对不对 从纯粹从战略战术的角度 觉得你伊朗实在是 不想怎么讲你 花这么多钱 什么战国都很难 那现在赶快讲说 有两个F-35战斗机中队 两边都拿不出证据来 但是你的导弹本身 大概就是500公斤 要去炸那个 不要讲说F-35的机宝 我们F-12机宝的标准 就2000公斤的炸药 抗炸 2000磅 2000磅 这1000公斤 这1000公斤 对不对 那你1000公斤 你那个炸弹的 根本炸不坏 好 所以现在呢 当然啦 大家还在关注 这个中东局势的同时呢 那我们要来问的 是现在这个 摩萨德刚刚刚也谈到说 到底有没有摧毁 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这个伊朗 确实是有攻击 这个摩萨德 可是呢 这个介大使 那刚才我们在讲说 摩萨德呢 我们也不知道 他到底实际的损害有多少 倒是 倒是 现在看到是 美国的情报单位 现在CIA 说要招募什么 大陆公民来当他的线人 而且还要招募潜在的 北韩跟伊朗的线人 他现在真的甚至呢 都已经有看到 在网络上面 有这样相关的一个讯息 说如何安全 透过公共网络或暗网 来跟我CIA来联系 在这个社群平台 很多很多个 你可以想得到的那些 主要的社群平台 都有CIA发布的中文说明 这个到底要怎么看 路透有独家 引述伊朗的消息 说他们的最高领袖 哈米尼 在珍珠党领导人 遇害前几天 就曾警告他赶快逃离 黎巴嫩 现在他担心 以色列都渗透进入到 伊朗政府的高层了 所以他必须要赶快 让自己能够安全 甚至是要躲到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但是话说回来 现在呢 刚才我们在请教 这个介大使 那不仅仅是摩萨德 还有一个美国CIA 中情局现在也要招募 而且要招募的是大陆公民 那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还说只要你对于大陆领导人 有不满的欢迎到我这边来 好介大使 现在CIA干嘛 也要加强他的情报网 基本上就是颠覆中国大陆 事实上他过去 事实上在香港做得很成功 香港事实上是中国大陆 在情报战上 过去几十年最大一个漏洞 那个透过这个NGO 透过这些 这些对香港这些异议分子 年轻人的训练 都到美国去训练过 然后他们这个打这个街头游击战 都是美国的这个CIA特种兵 帮他们训练的 那居然大陆没有掌握住 所以就变成这个其实 这个战争是很恐怖的 那这也就是第五重队 我想这也显示说 美国今天对中国大陆 正面战场他是不放弃 可是呢这个地下战场的话 他摆明就是要好好的来运用 你记得这次这个火箭军 他这个部署人事的资料 被美国海军学院用报告 全部给他披露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问题非常大 我认为前几天中国大陆 是这个东风31GB 基本上就是告诉美国 基本上我清理完了 我怎么发射 我在哪里发射 你美国事先完全掌握不住 这个就是要告诉美国 我觉得发射的效率什么 另外就变成就是说 你掌握不住 你事先掌握不住情报 这一点很重要 也就是说火箭军 基本上经过一段时间的 内部的清理 美国已经拿不到内部的情报 所以这个部分美国事实上是很厉害的 美国跟这个英国的 这个军情六处 现在第一个钱多 他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富 对不对 他把你全家都接到你去做美国 做美国公民 对不对 然后给你大量的金钱 让你去替他卖命 对所以CIA是很厉害的 那摩萨德也是一样 他们就是说又有科学的这个 这些技巧 又有唐大的牌力 然后呢 又有极强的战斗的经验 所以其实CIA事实上是美国现在 在正面的军事战场上 大概看出来跟中国大陆 讨不到什么好处 现在就在这个情报战场上 这个颠覆 去颠覆中国大陆 去渗透中国大陆这方面 他现在要准备好好下功夫 要下功夫了 不过这个中美两国大国博弈 现在你看到美国是不是真的对于中国大陆这样的实力越来越强 感到非常的不满 你说一方面是忧心 但是呢 其实也是不是觉得实在是 哎呀 怎么样打压 你中国大陆呢 你就是什么 就是不肯乖乖的就范 那现在呢 两国的关系如果好 不会这样 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 那你看到了 大陆现在十一国庆都过了 结果呢 一直是到 美国国务院是到二号的晚间 他才发布祝贺的讯息 布林肯说 美国是依然致力负责任管理对中关系 也持续会维持沟通的管道畅通 还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来年 想和平繁荣与幸福 好了当然都是祝贺 可是为什么就是要给予一个迟来的祝贺呢 而且好 这个蔡委员 这一方面是迟来的祝福 这是不是很故意 那如果是要故意给迟来的祝福 那但是他却又说 我们还是要有中美两国元首的对话 而且就快了耶 这又是什么道理 中美之间的关系 以目前的状态来讲 好好不到哪里去 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中方面都是在角力较劲 然后寻找各自最有力的位置跟态势 至于这个国庆 中国不稀罕他一封贺电是不准时来到 给不给都无所谓就是了 无所谓嘛 而且更重要的 他也快卸任啊 所以也没什么值得重视啊 像以前秦刚在美国两年 他理都不理他 见都不见了 哪有一个美国国务卿 不见最大国之一的 中国驻美国大使呢 等到秦刚被发布成外交部长 他紧急要找人家讲话 这个人啊 所以这种算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他都这样处理的 一个贺电算了 不缺他一张贺电啊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子 为什么他们想跟习近平见面 现在是通话 对啊 他本来也安排见面啊 为什么 就是希望说创造一个环境 让这个美国人觉得 我拜登还在领导这个世界啊 我们民主党还在统治这个世界啊 没有把美国放空城啊 因为川普一直在指责啊 现在谁是美国总统 川普这个是很调皮耶 他就找一个有的没有的例子 讲说现在总统不晓得 是贺杰力还是拜登啊 所以他们要去表现出 我真的 我还是在统治这个世界 统治这个美国 就只要这样啊 那要习近平去帮他什么 帮他陪衬啊 演出啊 就这样子而已 你说会谈出什么吗 他讲的话哪一次算数 没有一次算数的吧 不过也没关系啦 中国反正 这个也不必去介意这个 就慢慢等下一任美国总统 是谁再说吧 对 不过他最想 你刚刚讲嘛 他想要是见面 但是现在顶多就是先通个话 就不错了啦 对啊 那要见面的话就是再看时间 再说 看机会 对 因为他也 拜登也想要有一个 也有一个原版的绝的一个下台的一个气氛嘛 不要每个人把他看着那种衰尾道人一样 加着尾巴跑啊 他也希望有一个比较好 要不然的话他募款去盖他的总统图书馆 那没有人会出钱啊 对 年底年底啦 年底啊 11月啦 看是在秘鲁还是在巴西 要注意CIA的动作 因为早年中美关系你农我农的时候 美国趁机在中国大陆培养一大票的亲美派 那培养了很多很多的CIA 安插在中国大陆各个角落里面 军方啊 党啊 政府啊 都一大堆啊 我这样讲大陆自己听得懂 我要讲什么啊 对 那最后结果呢 对不对 你们花了很多时间清理 对 还有香港也不是一样吗 放任香港 然后香港的什么特区政府啊 什么大堆都是CIA啊 所以我这样开玩笑 亚洲CIA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香港 然后后来香港国安法通过了以后 那些人啊 一千多人都跑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现在全世界CIA最多的地方 好 这个说真的 这个中美两国在较劲 可是在这个军事方面 现在呢 当然美国都是盯着 大陆方面的一举一动 光是一个云壤基地 在哪 在柬埔寨 其实你就看到 现在呢 美国当然盯得可紧了 为什么中国要帮柬埔寨 来扩建它的基地 是不是其实根本就是作为军事用途呢 那么现在你看 看到柬埔寨的副总理讲话了 他说这个柬埔寨的云壤基地 这海军基地 竣工 任何海军都可停靠这港口 只要出于人道主义 和灾难复原 或为了联合军演 而谈到 那有没有可能 美国的海军也来停靠 或者可能的访问 结果他说 建议美国海军任何造访 要以小船为主 因为水很浅 你可能会被困在那儿呢 小舰长你懂他的意思吧 帮我们翻译一下 之前我拿非常多 有关于云壤海军基地的 这些图片 它的水深 那在大部分的区域 就是五公尺 最深五公尺 那最浅的地方 只有2.5公尺 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转移 转移的是 056这种1450吨的舰艇 也就是他可以待在那边 那现在美国说 那那个他有没有机会 可以啊 你可以用你的 那个伯克级的驱逐舰 去靠一靠啊 七公尺吃水 你还没进去 就真正的触礁了 那所以我们这样讲 所以小舰长打个岔 所以之前美国说 他质疑大陆的航母 会到那儿停靠 那那个可就不是真的了 因为这个水是不够深的嘛 对 当初大家在讲的时候 只有我个人立排中 那个立排中意 大家都说 那个地方可以靠航空母舰 你是用卫星的 照片的长度来做研判 可是你有去看海图吗 我是看了海图 因为我要像我们广大 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负责任啊 那它的水深 就是我刚刚讲的 很多地方不到2.5公尺 那航空母舰怎么进得去 9公尺的吃水 其实应该超过9公尺 那你进得去吗 你进不去 所以我们这样讲 那个美国它都用 非常多的这种显微镜 而且还电子显微镜 看大陆的一举一动 但是自己在做什么 那刚刚大使跟蔡委员都讲了很多 我只要请问一个问题 当初美国也有破案 也就是现在叫做信息支援部队的 61398部队 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的位置在上海 为什么在上海这么重要 因为你所有的光缆 海底电缆都从上海出去 我们刚刚讲的 61398部队 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为什么那边那么重要 也就是你所有的讯息 都会通过 这个信息支援部队的检视 你用暗网 如果它不会进暗网 它叫什么信息支援部队呢 所以只要做了这件事情 就等着 就是想要去加入CIA 可能你CIA的影子都还没看完 看到你就已经遇到了国安部了 所以我们这样讲 现在中国大陆 以这个反接点法起诉 最是很重的 所以千万 那当然了 他讲到华人 一定也有台湾人要要浴室 想要利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到大陆去当一下间谍 想都别想 一定第一时间就被抓 好 那介大使 其实刚刚在讲东盟国家 除了我们在关注的 就是柬埔寨 在面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态度之余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不谈菲律宾 但我们来谈一下越南 越南其实您看 现在他们怎么 这个时候就开始说中国的不是了 中国船只在南海抢劫 还拿了铁棍 把渔民打得骨折了 这个越南有媒体这样的报道了 而且至少十个渔民 他们都受伤 然后越南的官员还说 袭吉德有搭乘悬挂着中国国旗的船 所以就直接说就是中国做的 那越南外交部甚至也对此表达了 极度的关切与不满 还说这是一个粗暴的行为 现在怎么好像感觉的是 菲律宾之前在 你知道一直在数落中国 然后现在连越南有在加入的态势了吗 这看这个事情的话 它是一个海上的双方渔民的一个冲突 我觉得它一定要说是中国的执法的力量 有参与的话不太可能 西沙群岛当然那边是中国的领海 对西沙群岛 可是这越南说那是要尊重他们对西沙群岛的主权 这个西沙群岛越南已经没有任何的 伸张主权的空间了 那个永兴岛事实上已经是整个 整个南海里面最大一个岛了 上千人有小学 那有这个有这些政府都有了 所以西沙群岛事实上当时大陆跟越南发生过军事冲突 打完以后西沙群岛就解决了 对那现在是越南不断在南沙群岛附近 它这个填岛道路 填岛道路这个是蛮麻烦的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越南一定要说是 中国大陆是执法力量做的话 他要拿出证明 他要拿出证明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是双方的渔民在海上 对一种冲突行为 比如说王角到一起 或者说那么中国的渔民认为 这个越南的渔民越界捕鱼 那次会有冲突的 对那硬要说是中国大陆的 我觉得越南要拿出充分的证据 那要不然就很可能就是借机身事 借这个机会身事 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渔业纠纷的话 其实这个是 其实是小事 其实是小事 那其实在海上 这种双方渔民之间冲突是很多的 我觉得会有冲突是很多的 那我觉得就变成就说 很快我觉得双方的外交部门 应该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厘清 然后该怎么处理就处理了 因为事实上在北部湾附近的话 中国大陆跟越南的这个海警船 是联合巡弋的 对多次联合巡弋 一起在这个双方共同的水域 在执法的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说 这件事情 那么先真相要厘清 然后如果真的有这个情况 那要问是什么情况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冲突 因为是越南一面之词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是好 这个小舰长 你看现在动不动 就是要怪到中国的头上 那现在尤其是美国 也是频频放话 那你看现在美国说 都是北京 拒绝跟国际合作 来护卫红海的安全 所以就跟叛军去接触 好让他们自己的船只 不要遭到攻击 这个还是谁讲的呢 就是美国的副国务卿所说的 还说曾经有跟北京提议过 大家一起来帮忙 来确保这里的航行安全 奇怪了 美国之前不是都讲说 他们有他们的什么 什么什么行动 都说他们可以办得到 结果现在又说要跟北京联手 但是现在反而因为那边 都不如美国的意 所以就怪到中国的头上 还说这是中国自保的一种方法 其实一样的问题 没钱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在红海这个部分 这个湖赛的组织 他们用了非常多的五元机 或者是用了反舰飞弹 甚至还有用攻船弹道飞弹 来攻击来往的西方的货轮 对那货轮 游轮 那还有美军舰艇 那个大脚号为什么出事 那大家说它是重雷 它不是重雷 它的水从上面下来 怎么会是重雷呢 那我们这样讲 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讲 Warzum它在3月29号的时候 它就在讲 美军要加快高功率微波的一个测试进程 因为高功率微波才能够反制无人机 跟反制反舰飞弹 所以他们这样讲 然后他另外说 他们现在要打算把所有的 伯克级驱逐舰的舰队 都改成这个海公洋这种飞弹 为什么 因为发现了方正快炮 这种进破5G系统 可能它有它的一个限制 这里一样是Warzum的报导 不是小舰长意测 小舰长认为不是 这个其实因为小舰长以前 也学过方正快炮的 这些相关的技术 他讲到说美军最后拦截 甚至不到一英里 1609公尺 意思就是你看到一个尾燕 一直朝你飞过来 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它其实没有足够的飞弹 而且飞弹很贵 美军用什么飞弹拦截 美军用标准三型 用标准六型 那一枚通通都是四百万美元 今天最后还是要由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 并且还可以打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傑挖得多久 还请啥 准备 挖得多久 帮助 我 傑